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个家族可以说是隐形的富豪 虽然他们没有排上富豪榜的前市民 或者是在排行榜上面有任何记账 但是呢 毋庸置疑了 他的家族是真的很有很有钱 可以说现在的美联储 没记错也是他们创立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升息 可以说也是他们造成的一部分的原因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个 影响了欧洲政治经济200多年的家族 如何开始的 因为他们的开始 其实他们一开始也不是一个银行家嘛 也不是一个有钱人 但是他们怎样从一个穷光蛋 慢慢慢慢的进入到了上流社会 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家 这一个罗斯柴尔的迈耶呢 生于1744年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 脏乱不堪的犹太人社区 他是在一个狂乱和反犹太浪潮中度过的童年 而他从来没有忘记他自己是一个被上帝特别选出来的子民嘛 所以犹太人常常自称自己为上帝的子民 而他只想相信自己 只要继续的努力自己的超越自己 他就可以不断的壮大自己 当然的 他一开始他做的生意就是苦钱币的生意 而他做的苦钱币生意是怎样呢 就是买卖那些比较旧款的钱币 因为那个时候是群雄割据的时代 在17多年的时候是群雄割据的时代 有各种不同的小国大国都在一起 所以那些小国可能不久突然就被灭掉了 而他们的货币也就这样子突然间就消失了嘛 也突然变得没价值 所以他就用这一个便利呢 他就开始收购很多不同的那些苦钱币 而去转卖给上流社会 甚至是一些皇家 皇室 贵族 而也就是这样子呢 他就以那些微不足道的开始慢慢做这些东西 在马来话里面 在我们马来西亚的马来话里面 已经言语叫 也就是说到呢 寄早成多嘛 一点一点的累积 迟早会变成一座山 这句话的意思 而他也是以这个理念而开始他所有的生意 他一开始像我说到 他就是开始慢慢做这些苦钱币 其实他一开始钱也赚不多 依然的相当困苦 而他就毫无怨言的 继续的拼命的 结衣缩食啊 设法四处收购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钱币 而他这一边呢 他找到一个特别的一个方式 来推销哈的苦钱币 就是用邮寄的方式 邮购的方式 而我们现在其实听到邮购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嘛 我们随时可以像 可能20年前都已经有了 我们就直接在看那些 目录 收到目录 写信 我需要买这个东西 给了钱 那个东西就会寄过来 很早以前就有这个邮购的方式 而到近期 我们就用上网邮购的方式 上网就我们点一点 用信用卡过个账 那个东西第二天 可能就送到你家门前了 太简单了 在当时的时代呢 因为群凶割据 像刚才说的 有大国有小国 所以他们当时的邮寄的方式 其实是很特别的 因为他们的邮局消息 传递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所以他们的邮购 邮购是一个很新奇 对当时是一个很新型的 做个做法 而这个罗斯柴尔德呢 也就是这样开始的 他的突破 他会用这个邮购的方式 推销苦币给各地的 皇亲贵族 有一种把这些苦币 偏制成美丽的那些目录 一一附上亲笔赎信 寄给那些有希望购买的顾客 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 会收到email啦 像那些 可能今天有什么 你跟他买过产品的 一些商家会寄email给你 叫你继续推销他的产品 是一样的做法 而他就当时用了这个做法 来推销他的方式 而且他在那个时候呢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 多数人受的教育程度不高 很多人都不失智 所以他以这个方式也就是 他可以告诉那些有钱人 上流社会的人 我是一个有学识的人 我对这些东西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可以跟我买这些东西 也就造成一个 对他有比较好的印象 而且他在写这些信的时候呢 会特别的要求 做到他的目录做到尽善尽美 他会用比较漂亮的文体来造句 也会写得比较好看 也会反复地看回他写的每一个句子 不止如此 他对印刷也十分的讲究 达到尽量的效果 是做到最好最好的 只要一步好 他就全部作废 重新印刷 所以呢 他们到最后呢 都觉得他的这个吹猫羞耻 可以到吹猫羞耻的程度 所以他的成功 也是他靠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 一步一脚印做上来的 而他就这样子打进去了 贵族王族的市场 而慢慢的 他就用这些钱币 雷迪有一定的财富 交代给他的孩子之后呢 他的孩子没记错的时候 我之前有 不知道有没有提过 我一定忘了 他的孩子 有一个就跑去了美国 去成立了美联储 也有一些就跑到 有一个就跑到英国 去成立了英国的银行 他们还在过后的战争中 赚了很多的战争的财富 做了很多灾难财 他只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一下他的历史来看 其实这个耗人度是蛮特别 而且是蛮 对于世界上的政治 历史都很大的影响 一个人 好 这样故事 我们也就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收听我的节目 继续的关注我 继续的订阅我 还有继续的给我点个赞 给我一些留言 让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对于这个家族有什么的看法 还有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